玩家365频道你好 我是Elena王立斌 玩家都到马来西亚系列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 巴生南北岸美食金三角 第13集我们跟你分享过 50种大三角的在地美食链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 巴生超过50种的在地美食 旅游玩家杂志要为您推荐的 巴生南北岸美食金三角 说的就是南区老城北区白嘉丽 以及永安镇 巴生南区老城美食 我们要给你推荐的第一个 就是德地肉骨茶 德地肉骨茶听说是当地第一家肉骨茶 很早就会卖完 所以你要早一点到 而且老板非常的酷 第二个为您推荐的是 圣发桥底肉骨茶 这个肉骨茶它早上中午跟晚上都有卖 在圣发桥底肉骨茶的斜 对面也有一家叶鸡香蕉叶饭 你可以在那里吃印度人的咖喱一手抓饭 在德地肉骨茶旁的巷弄呢 就有卖可以加榴莲的Cender 而在它的另外一边呢 就有一家潮信饭粥店 在这里你可以吃到传统的潮州粥和配料 说到巴生老城 大家都知道有一间中国酒店 是可以吃烧烤面包 喝咖啡和Nasi Le Mar 在离开老城前 别忘了到景圣蛋糕店 来带走一个Bandan Layer Gate 而在这附近呢 也就是我们人亲巴生摄影展的地点 就在Brigan Corsair 以及彭衡景象 走完老城让我们跨河到北区 来到北区呢 第一个要为您推荐呢 就是平香排骨大王 平香排骨大王的排骨 以及它的肉丸 特别香特别好吃 吃饱了可以到斜对面 有一间Cender Clan 来吃Cender或者是红豆冰 喜欢点心包点的你 我给你推荐新乐茶室 这里的菜包和玉角是最有名的 讲到巴生的特色美食 我们一定要给你推荐的是紫魂根 在这里有一家叫做贵阳家乡小厨 它的紫魂根 卤面 以及它的一些菜肴都非常好吃 另外两家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开的 在另外一家地方 那就是冠凤和珍珠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佳季炒面当 它的炒福建面 上汤喇喇 和各种虾骨料理都是必点的 昌和茶室是巴生咖啡的老字号 而在它的老店呢 第三代已经把它改成新式的咖啡馆 See you latte TSY 甘崩头大炒 是一个华人穆斯林开的店 你在这边可以吃到 没有猪油渣 没有猪肉的福建面 华人餐食 这里出名的呢 还有菜脖壁混和华包咖喱面 当地人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国乡鸡饭 在这个国乡鸡饭店里面呢 还有一个经济飞鸡水 它其实呢 就是四果汤加上淡奶 说到巴生肉骨茶 其实有汤也有干的 我想吃干的肉骨茶 朋友介绍我们要来吃这家 四眼仔肉骨茶 另外一间出名的餐厅就是Boston 大家都会来吃它的 蒸拉拉 铁板三鲜 麦片虾菇和麦片虾等等 药剂面家是巴生的其中一家 老字号云吞面 这里的招牌是生虾云吞面 和药剂面家同一排的 还有老洋咖啡餐馆 老洋咖啡餐馆卖的就是 海南咖啡 海南面和海南鸡排等等 那这里呢 也是人情巴生展览的其中一个点 从北区现在我们来到 百佳丽的六条街寻找美食 这六条街有特多的肉骨茶档 比如说毛三稿 阿火三美 直落玻璃 宝香 永春 冥香 大肥婆等等 从大街转进百佳丽第一间 你就会看到日本海鲜饭店 来这里你一定要点它的古早福州菜 比如说鱼瓢福州杂菜 福州排骨等等 跟日本海鲜饭店同一排的 你还可以吃到 理想吃烧腊 另外呢 还有当地人特爱吃的 大肥米昏粿 如果你跟我一样爱吃小吃的话 给你推荐的就是 白嘉丽小吃店的炸虾饼 炸年糕 炸香蕉糕和炸薄片 而晚上的时候呢 在德利茶餐室的通济汤圆 也是你不能错过的 在白嘉丽里面的干布美食中心 也有很多的选择 其中烧鱼也是你不能错过的 而在干布美食中心的对面呢 就有第一阿波盖饭 那第一阿波盖饭的特资酱料 所以它的饭非常的香 再接下去没几间就是熔寂饭面店 你可以在这里吃到好吃的云吞面 白嘉丽另外一个强推的美食 就是炒粥炒粥 炒粥炒粥它的粥非常的香 浓浓的鱿鱼香味 还有猪油渣 而且呢 它其他的菜肴也非常好吃 鱼雅鱼炉 也是当地人特别推荐的 其中一个餐厅 另外呢 再到后面有一家叫做三顶果条汤 如果你喜欢清淡淡的汤 这里可以推荐你来吃 和三顶果条汤同一排的 还有白嘉丽西果店 这是一家非常传统的蛋糕店 它的butter cake 四季 cake pine apple tart 椰子塔和cream puff 都是非常好吃的 这里也是人情发生社区 摄影展的其中一个点 在白嘉丽隔壁的住宅区 就是永安镇 永安镇也是有数不尽的美食 永安镇美食中心 就是当地人贯称的大树下 在这个美食中心里面 就有很多档的美食了 比如说有两档boppia 这里的boppia呢 非常的美味 里面加有腊肠 还有多多的猪油渣 而这里的猪肠粉呢 感觉上是有加了花生的香味 有咖喱辣萨 有阿桑辣萨 拉拉超过挑 还有印度人的roja 煎多四果汤 样样都有 心里茶宾室也是超过55年的历史了 这里的咖啡和鸡饭也相当多人喜欢 说到肉骨茶 这里也有一家奇香肉骨茶 奇香肉骨茶的角落间就是故事咖啡店 故事咖啡店这里你就可以吃到水上飘的招牌虾卷和西岛米人 故事咖啡店的对面就是饮食天地 饮食天地里面呢就可以吃到粒粒鸡饭 不是马六甲才有哦 巴生也有 而且特别大力 你家炸鸡是一家炸鸡专卖店 你一定要配它的瑶瑶冰 瑶瑶冰有几种口味 它的Buggo Chacha和Chandle是它们的特色 你可以几种餐起来 吃起来就有不同的层次感 到科技小食馆 你就可以吃到客家面 可以吃到蒜盘子 可以吃到客家粽子等等 另外一家有名的猪肠粉酿豆腐呢 就是龙祭 它其实就在永安圣美食中心的后面 以上就是旅游玩家杂志为您推荐的 巴生南北岸美食金三角超过50种美食 希望你来巴生吃美食看摄影展 巴生社区摄影展一直会展出到12月31号 我们欢迎你到巴生来看看 那如果以上的美食有你喜欢的请你给我们留言 如果有其他的美食也请你推荐给我们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给我们按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